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次测试过立民NR2 2280 Pro散热器 让我对它的散热效果是战不绝口 等了好久 终于又出了NR2 SSD塔型散热器 而且还一次出了两款 HR09 2280和HR09 2280 Pro版 毕竟现在主流NR2 SSD都是走更高速PCIe 4.0 动不动读写速度都是5000MB每秒起跳 这么快 高速所产生的发热量 没有用个大型NR2 SSD散热器来压 真的在热死人的台湾夏天蛮不好受的 看看现在许多NR2 SSD厂商 也都开始采用塔型或超厚铝片来散热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再快的读写速度 没有好的散热器让它撞到高温墙 也只能降速降温来保护NR2 SSD的使用寿命和工作效能 可见高速PCIe 4.0 NR2 SSD 是多么需要散热器来搭配保护使用 而利民这两款NR2 SSD散热器造型上是略有不同 在HR09 2280走的是比较精致单热管设计风 而HR09 2280 Pro外型看起来就是顶楼架盖版双热管散热器 外型极像是一个狂野火焰造型 展现它的高散热量感觉 至于要选哪一个用呢 我只能说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呢 我全部都要了 这两个散热器大约只要含运用台币1000元就可以解决 这花费对我这小频道还算负担得起 但是在寄送过程中却是出了点小状况 快递是把HR09 2280 Pro款寄到不见了 目前我只有收到HR09 2280款 店家也会再补寄一个给我 所以现在只能先用HR09 2280来开箱测试 等Pro款到后 我再来补拍它的开箱测试影片 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意外不断啦 那首先来把HR09 2280简单开箱介绍一下 HR09 2280在外盒包装走得比较中规中矩 就是用一般大众产品包装手法做个指道 再把产品固定盒组合在一起 在正面就是HR09 2280产品的照片 左上角是利明的logo 右下角是产品名称 在背后就是产品英文介绍和公司资讯 打开产品包装后 留一张产品保修卡 和使用说明安装介绍 一面是简体中文 另一面是英文说明 嗯?盒子里面就空空了 也没有附上螺丝或是起直工具给你用啊 而在主体HR09 2280散热器 哇!这感觉做工是蛮接近 猫头鹰的CPU塔散水准 散热齐片也是用全电度回流和工艺 使用一支6AM的散热导管 整体该有的细节表现质感都没有少 在上方还做了一个利明英文商标 金边4条盖板来点缀 这一块超厚底座是使用纯铝电镀 固定底座则是不锈钢材质 而导热贴片它已经预先帮你贴好固定 在铝底座是用厚1AM 而不锈钢底则是用0.5AM厚度 全部都是使用自家生产的 奥德赛二代导热贴片 导热系数有14.8W Mk 整体散热器配置都相当用心 接下来就是看它的散热表现 而这次测试机台CPU是 Intel 12代i7-12700K 主机板是基加Z690LG DDR4 记忆体有48GB 频率为3600MHz 液体制水冷散热器是维星 MH Core Liqui C240 M.2 SSD是WD黑镖SN850 500GB PCIe Gen 4技术 连续读取有7000MB每秒 写入有5300MB每秒 显示卡是维星Gaming X3 有RX6900XT 16GB 这次测试会使用AZA System Test 做4次读写测试 并且会一起测试主机板附的 M.2 SSD散热片 和上次表现不错的 爱尼尔M12散热器来做比较 看看在高发热量的M.2 SSD PCIe Gen 4 在被动式散热器下 哪一个散热效果比较好 好 安装完成 快的上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4度左右 台湾陆下季节 但这里还是要在温馨提醒一下 为了测试拆装方便 我是使用开放式机台 测试温度结果一定会和你 放在机壳内温度有所不同 正负公差约在3度左右 所以这测试也只能供你参考而已 首先是机家Z690主机板上 附的M.2 SSD散热片测试 在开机后待机温度为37度 感觉散热还蛮够用的 而在第一次测试中 温度爬升得非常快 已经来到47度 哇 现在M.2 SSD PCI GEN4 读写速度 发热量真的不能小看啊 一次就给你冲上多10度高温 没有再客气的 接着在第二次测试温度 又冲上到51度 第三次测试 也是很规律的 在4度左右升到55度 我想D44就差不多是这主机板附送M.2 SSD散热片的极限了 但在D44温度测试结果也才升到57度 比先前一次只升了2度而已 不错哦 但如果换在机壳内测试温度 在正负公差内 应该大约会来到60度高温左右 想不到这D690主机板附送的M.2 SSD散热片也不差 在正常使用下都可以保持不错基本散热效果 而在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SN850可以降到46度 相差有11度左右 也算不错表现 接下来是爱尼尔M12散热器测试 在开机后待机温度为36度 而先前在冬天测试到温度是再高了一些 不同季节室内温度表现 应该也算在合理范围里面 而在第一次测试中 SN850也是完全不留情面 给它大力发热温度已经来到47度 还好M12也不是吃素的 而上次测试SN750也只是多了3度而已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完全没有提升 保持在47度 接下来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只是慢慢升到49度 目前M12感觉都可以把前三次温度压制保持的好好的 最后是第四次终极温度保卫站测试 真的不知M12能不能再把这发热怪 SN850温度压制住 咻 还好 最后得到结果温度为50度 比我预计温度再好一点 只上升1度而已 而在测试完待机3分钟后 SN850可以降到44度 最后是立名HR092280散热器测试 在开机后待机温度为35度 哇 我的妈呀 这待机温度算是目前表现最好的 而在第一次测试中温度也是快速爬升到43度 这种温度飙升折磨应该是被动式散热器无法避免的过程 但也还好在HR092280的塔型散热器加持下 还算可以应付得来 没有什么大问题 接着在第二次温度测试还是保持在43度 再来是第三次关键温度测试 终于提升到47度 比前次再提升了4度左右 来啰 最后关键第四次终极温度保卫战测试 能不能把M12打倒和压制SN850发热量就看这一次了 而最后测试到结果温度还是维持在47度 嗯 没搞错 温度完全没有提升 是哪里做错了吗 再来测试一次看看 哇 真的不太敢相信自己眼睛 看到的是 再测试一次也才提升一度而已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真的不得不佩服利明在做散热器的功力啊 太厉害了吧 而在最后测试完待机三分钟后 SN850可以降到44度 那最后把所有的测试成绩都来比较一下 这次Z690主机版附送的M-R2 SSD散热片表现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这样薄薄一片效果也不差 面对PCIe 4.0 M-R2 SSD高发热量 也能压在60度上下 但要有如此的好表现 你的机壳散热一定要好 在我开放式测试机台 是没有下面显卡提供发热量 用在机壳内 一定要多注意到风扇气流通风散热问题 而散热表现最好的立名HR09-2280塔型被动式散热器 不得不夸张这立名在做散热器的功力 不管是在CPU塔散或是M-R2 SSD散热器都有不错散热表现 经过这次在PCIe 4.0 M-R2 SSD温度压制测试 要更好的降温和温度压制感觉 找专门做CPU散热器专家 使用他们的产品来压制M-R2 SSD高温是再好不过 也再次让我提升学习和选择散热器的认知 我相信在热死人的台湾夏天用HR09-2280塔型散热器 会让你的M-R2 SSD维持在不错的低温表现 让你的工作更有效率不受高温降速影响到读写速度 真的也让人蛮期待HR09-2280 Pro版的散热表现 希望能够赶快收到补记的产品 再来测试一下结果 但这里还有个小问题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当你要拆显示卡按压卡扣时 千万要小心别被它的固定棋片角柱割张手指头 因为这里多支角柱真的太接近卡扣空间又太狭小 最好要多小心注意拆解方式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已经在使用利明HR09-2280塔型M-R2 SSD散热器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使用心得分享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货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